好下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合同法律制度 先看一下考试情况 最近三年本章的平均分值16分 去年两分试捐 第一分试捐分值19分 第二分试捐分值15分 从考试提醒来看 这个第五章或者考简单题 或者考综合题 大家需要搞度重视 然后看一下本章基本情况 咱们上课呢 讲三个单元 共计32个考点 大多数考点需要大家准确理解 需要死经被的考点不多 所以这个第五章 复习难度并不大 无非呢 多用一点点时间就可以 这个在今年的考试中 本章的分值估计呢 在16分左右 16分到20分 合同法律制度 那肯定需要搞度重视 再强调一下 考生不管参加哪个批次的考试 第五章或者考检查题 或者考综合题 考综合题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让我看一下本章 基本结构 咱们讲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通则 第二单元具体合同 第三单元保证合同 先看一下第一单元通则 总共讲21个考底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考底 要约这个考底三个型号 或者八个型号 这是中级考生 必须掌握的考底 先看第一问题 合同的定例 第一条 当审定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 或者其他形式 再第二点 书面形式 是合同书 信件 电报 电传 传真等 可以有形的 表现所在内容的形式 法律 形容法规规定 或者当事约定 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关键看第三条 以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邮件等方式 能够有形的表现 所在内容 并可以随时 调取查用的 数据电文 它视为书面形式 这个电子邮件这块 它是视为书面形式 然后第四 什么叫 这个其他形式 包括这个推定形式 和沉默形式 这个基础版里边 稍微听一遍就可以 什么叫推定形式呢 是这当事人 并不直接 用书面形式 或者口头形式 进行意思表示 而是通过实施 某种积极的行为 使得他人 可以推定其 意思表示 例如说 王某在超市买东西 这个王某 根本没有说话 向售货员 交付货币的行为 就可以推定 这个王某 就要购买 该商品的意思 这是推定 通过实施积极行为 再看一下 什么叫沉默形式 是这行为人 他没有 以记忆的行为 进行意思表示 而是以消极的不作为 来代替 意思表示 沉默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这个沉默 只有在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第一 有法律规定 第二 当审约定 第三 符合当审之间的交易习惯 这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并不是任何沉默 都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比如后边讲到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对适用买卖 适用器械 借买 买售人 对是否购买标读 未做表示的 未做表示 视为购买 这就是法律明确规定了 你没有做表示 视为购买 所以这个基础版 听过一遍就可以 再看第二个 要约 要约呢 是希望与他人 定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该意思表示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 他的内容具体确定 然后第二条件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 即受 该意思表示约束 这是要约 然后第三 什么叫要约邀请 他是希望他人 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 是希望他人 向自己发出要约 拍卖公告 招标公告 招股说明书 债券 募集办法 基金 招募说明书 商业广告和宣传 寄送的家务表 这些都属于要约邀请 再看第二条 这个商业广告和宣传 一般情况下 他属于要约邀请 但是呢 如果广告内容符合要约条件呢 他具体明确符合要约条件 这种情况下就构成要约 再看一下第四 要约的生效 生效的问题 注意两个层次 第一 以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这个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再看第二种情况 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到达相对人时生效 再看特殊规定 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 例如发送邮件 相对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 未指定特定系统的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效 相对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好想让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说3月1号 甲公司经理赵某 在产品洽谈会上遇见钱某 钱某告知赵某 其所在公司正准备出售一笔钢材 赵某要求钱某给甲公司发一份要约 3月2号 钱某用快递给甲公司发出要约 收件人为赵某 这个信件是3月2号发出 3月3号快递被送达甲公司传达式 然后3月5号赵某出差归来 传达式将快递送给赵某 3月6号赵某才拆阅快递内容 根据规定该要约生效的时间是什么 他也需要清楚这是通过非对话方式 非对话方式做出的这个要约 这种情况线是到达时生效 什么叫到达呢 只要3月3号这个到达甲公司的传达式 到达信箱 那么旧生效 至于什么时间看到信 什么时间看完信 什么时间回复与所观 是到达时生效 所以这个题选这个地就可以 再看第五个问题 要约的撤回 注意什么叫撤回呢 是要约发出之后 在生效之前 可以撤回要约 什么叫撤回呢 根本就不让他生效 阻止他生效 叫撤回 因此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 应当在意思表示 到达相对人之前 或者与意思表示 同时到达相对人 你先到或者同时到才可以 再看第六问题 要约的撤销 什么叫撤销 是要约生效之后 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这个要约人 可以撤销要约 再强调一下 什么叫撤回呢 是生效之前 可以撤回 撤销呢 是生效之后 在对方 做出承诺之前 可以撤销要约 什么叫撤销呢 让已经生效的东西 失效 叫撤销 但是什么情况下 不能撤销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 是要约人 他明示 要约 不可撤销 他通过 确定承诺期限 或者其他形式 明示 明确表示 要约 不可撤销 但第二种情况 受要约人 有理由认为要约 是不可撤销 并且 已经为旅行合同 做了合理准备工作 对方 有理由相信 并且忙活半天了 这种情况 就不能再撤销 再看下个解释 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以对话的方式 做出的 该意思表示的内容 应当 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为受要约人 所指导 但第二种情况 如果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是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 应当 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要到达 受要约人 所以这两种情况 它相同的是 必须在对方 做出承诺之前 要到达 受要约人 或者呢 在对方 做出承诺之前 为对方 所指导 好 现在咱们举个例子 看一下 这是去年考了一个 单选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 要约撤销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 要约人 不得以对话方式 做出撤销要约的 意思表示 这个说法 不正确 因为它可以通过 对话方式 也可以是 非对话方式 两种方式 选B 说受要约人 有理由任务要约 不可撤销 并已经为旅行合同 做了合理准备工作的 要约不得撤销 说法正确 选C 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 应当 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到达 受要约人 这个说法正确 选D 要约人 以确定 承诺期限的形式 明示要约 不可撤销的 要约不能撤销 说法正确 在这个题 就选B 就可以 再看第七个问题 要约的失效 什么情况下 要约失效 包括四条 第一 要约被拒绝 被明确拒绝了 然后第二种情况 要约被依法撤销 什么叫撤销呢 让已经生效的东西 失效 第三 承诺期限界 受要约人 未做出承诺 第四种情况 受要约人 对要约的内容 做出实质性变更 什么叫实质性变更 不管是改变标的 改变数量 价格 付款方式 等等 都属于实质性变更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好想让他们举几个例子 消化一下 先第一题 根据规定 下来情形中 谁要约失效的 有什么 选A 承诺期限届满 受要约人 未做出承诺 这是实效 选B 要约被拒绝 选C 受要约人 对要约的内容 做出实质性变更 实效 选D 要约被依法撤销 实效 选ABCD 就可以 再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来情况中 部署要约 实效原因的是什么 选A 受要约人 拒绝要约的通知 到达要约人 这是被拒绝 实效 选B 受要约人 对要约的内容 做出实质性变更 要约实效 选C 承诺期限届满 受要约人 为做出承诺 实效 选D 是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后 要约人 表示撤销要约 这行吗 什么情况叫撤销呢 在对方 做出承诺之前 你依法撤销 这个要约实效 你对方做出承诺了 这个谈不上 要约实效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 这个选D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第三题 说贾公司 于4月1号 向乙公司发出 订购一批 石墨沙发的要约 要求乙公司 在4月8号之前答复 这是在要约中 确定了承诺期限 明确表示 要约不可撤销 4月2号 乙公司收到该要约 这是生效时间 4月2号 4月3号 贾公司准备改向 丙公司 订购石墨沙发 于是向乙公司 发出撤销要约的信件 该信件于4月4号 到达乙公司 既然有承诺期限 这个要约不能撤销 但是4月5号 贾公司收到乙公司的回复 乙公司表示 暂时没有石墨沙发 问贾公司 是否愿意选购 不以沙发 这是受要约人 对要约的内容 做出的实质性变更 原要约 失效 他说根据规定 贾公的要约 失效的时间 定当是4月5号 选这个C 就可以 这是要约 生效 撤回 撤销 和失效的问题 这几个概念 大家需要清楚 大家看第二个考点 承诺 这个考点 八个想号 真的不用说三个 要约承诺的问题 大家必须清楚 先按第一条 承诺是受要约人 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这个承诺应当 以通知的方式 做出 但是根据交易习惯 或者要约表明 可以通过行为 做出承诺的 出案 一般情况 是通过通知的形式 但是特殊情况 通过行为 做出承诺 照样可以 但第二条 这个承诺 应当在要约 确定的期限内 到达要约人 如果要约 没有确定 承诺期限的 要约 应当 依照下列规定 到达 第一 如果要约 是以对话方式 做出的 而打电话 或者面对面说 以对话方式 做出的 应当 及时 做出承诺 但第二种情况 如果要约 是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 这个承诺 应当在合理期限内 到达 特别是第一条 如果是以对话方式 做出的 应当及时 做出承诺 讲到这个问题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梁某在路上 遇到同村的丁某 他询问丁某 是否愿意购买 他那个破摩托车 价格 两千块钱 这个丁某 当场 并没有答复 这是对话的形式 这要约 是以对话的形式 做出的 他应当及时 做出承诺 但是当场 没有答复 然后第二天 想了一宿之后 丁某找到梁某 表示同意 以两千块钱的价格 购买 该摩托车 梁某告知丁某 该摩托车 已卖给林村的 林某 根据规定 他说林某表示 同意 以两千块钱的价格 购买该摩托车的意思 表示属于什么 这是属于承诺吗 不属于承诺 它属于 新要约 这是新要约 因为对方 他是以对话的形式 做出的要约 你应当 及时做出承诺 既然 当时没有做出承诺 所以第二天 这叫新要约 所以这个题 选D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承诺期限 它的起算 注意两个层次 第一 如果要约 是以信件 或者电报 做出的 这个承诺期限 自信件载名的日期 或者电报 交发值开始计算 信件未载名日期的 是以头计 该信件的 有出日期 开始计算 这个规定 需要搞清楚 说A向B 是以信件的形式 发出要约 说承诺期限 10天 从上开始计算呢 是从信件 载名的日期 开始计算 信件没有载名日期的 看有出 这个有出 是头计 该信件的 有出日期 开始计算 再看第二种情况 说如果要约 是以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等快速通信方式 做出的 这个承诺期限 是自到达时 开始计算 就可以 再看一下 举个例子 说赵某 以信件形式 向前某发出 要约 信件 未载名 承诺期限的 开始日期 经规定 承诺期限 为15天 7月4号 赵某将信件 交付邮局 邮局将信件 加盖 7月5号的 邮出 发出 7月7号 信件送达 受邀约人 前某的信箱 然后前某 因为出差 直到7月15号 才阅读 该信件内容 他说根据规定 该承诺期限的 起算日期 是什么 他是以信件形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信件呢 他没有载名 这个承诺期限的 期限日期 没有载名 就按照投计 该信件的 有出日期 7月5号 所以这个题 选C 就可以 好 看一下 第四个问题 承诺的生效 第一条 承诺通知 到达 要约人时 生效 到达时 生效 如果承诺 不需要通知的 根据交易习惯 或者要约的要求 做出承诺的行为时 做出行为时 生效 但第二条 承诺生效时 合同成立 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 或者当时 另有约定的处案 这一般情况 承诺生效 合同成立 这点 大家需要清楚 下面举个例子 看一下 4月30号 甲 以手机短信形式 向你发出 购买一台笔记本 电脑的要约 以呢 与当天 回短信 同意要约 但由于 五一期间 短信系统返码 甲 于5月3号 才收到 你的短信 并于个人远印 于5月8号 才阅读 以的短信 后来于5月9号 回复以短信 收到 根据规定 甲义直接 买卖合同 成立时期 是什么 他问的是 合同成立日期 因为一般情况 承诺生效 合同成立 他进攻的 是承诺生效 实现 承诺合适 盛效呢 到达时 盛效 什么时候 盛打的呢 是5月3号 盛打 所以这个体 选这个B 就可以 再看第五个问题 承诺的撤回 承诺 是可以撤回的 可以撤回 但如果想撤回 撤回的东西 必须先到 或者同时到 才可以 所以看到这 大家发现 不管是要约 还是承诺 都可以撤回 但是谈到撤销 要约 可以依法撤销 承诺能撤销吗 承诺不能撤销 因为什么 什么叫撤销呢 让已经生效的东西 再失效 叫撤销 只要承诺一生效 合同就成立了 因此 承诺不能撤销 但是撤回 依法撤回 这是可以的 再看第六问题 受要约人 发出承诺的时间 包括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大家需要准确区分 先看第一条 这是什么意思 说A 向B 发出要约 承诺亲信 使提 说这个使提 说假设从4月1号 到4月10号 B是受要约人 他收到要约之后 他发出承诺的时间 什么人发出的呢 是4月12号 才发出 超过承诺亲信 发出承诺 发出就晚了 你4月12号发出 不可能在10号之前到达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或者说 说尽管你4月9号 发出的承诺 但是呢 通常情况下 不能及时到达 肯定晚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 4月12号 这个文件 它的性质是什么呢 4月12号的文件 注意它是按照 新要约 去处理 是按照新要约 去处理 除非什么呢 除非A 及时表示 统一 如果A 统一了 说是按照承诺 这个可以 如果A的话 它没有吭诗 就按照新要约 去处理 这是第一种情况 再看第二种情况 还是A 向B 发出要约 承诺期限是10天 是从4月1号 到4月10号 然后这个B的话 在承诺期限内 发出承诺 说4月3号 就发出承诺 通常情况 能够及时到达 由B发的是特快专递 通常情况 能够及时到达 但是呢 由于别人的原因 导致呢 这个信 说4月12号 才到达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 注意B发出的文件 它的性质是什么呢 这个性质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 它是按照承诺 去处理 就该承诺 是有效的 按照承诺 去处理 既然是承诺 去处理 这个承诺 4月12号 到达 承诺一到达 承诺生效 承诺生效 合同成立 就可以 所以这个合同 是4月12号 成立 并生效 除非什么呢 A 它明确表示反对 毕竟它超过了4月10号 因此 A 如果明确表示反对的 那就按照新药鱼 去处理 A的话 如果没有坑诗 该承诺是有效的 所以主动权 都在A手中 关键是 A 如果没坑诗的情况下 该怎么去处理 这两种情况 大家必须准确区分 是不是听懂了 举个例子看一下 说4月24号 贾乡已发出 罕见称 本人准备以每吨 5000块钱的价格 出售螺螺钢 100吨 如果你想购买 请于5月10号前 让本人执席 这是明确说了 5月10号之前 让本人执席 以 于4月27号 收到贾的罕见 并于次日 就4月28号 回函表示 这个愿意购买 这是 4月28号 回函 通常情况 说5月10号之前 到达 没问题 但是呢 由于投递错误 已的回函 于5月11号 放到达 贾 就超过了5月10号 因为 已经超过5月10号的 最后期限 贾 没有在理会 而将刚才 受益他人 已要叫贾 履行合同 根据规定 下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他首先需要清楚 在那仪的角度 他是在承诺 期限内 发出承诺 通常情况 能够及时到达 因为其他原因 导致晚了 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呢 正常情况 是该承诺 有效 该承诺 有效 所以这个承诺 5月11号 到达 承诺 生效 合同成立 因为贾的话 他没有坑诗 该承诺 就是有效 所以这点 搞清楚 如果贾 及时通知乙 表示反对 说你超过 5月10号 如果及时表示 反对了 乙的这个罕见 是按照新药语 去处理 贾没有坑诗 该承诺有效 既然承诺有效 所以这个合同 已经成立 并生效 以有权要求假 履行合同 所以这个题 选递 就可以 再看一下 第七个问题 承诺的内容 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 受药约人 对承诺的内容 做出实质性变更的 原药约 实相 他这个文件 叫新药约 再看第二种情况 承诺 对药约的内容 做出 非实质性变更的 就把一个逗号 改成了一个分号 说没有改变 合同内容 就改了这么一个东西 注意在正常情况下 该承诺是有效的 合同的内容 就以承诺的这个分号 为准 就可以 什么叫例外呢 如果A向B 发要约的时候 明确表示 不能做任何修改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A 明确表示反对 如果反对了 那这时候 就算你改了一个标准符号 沿着新药约去处理 好 咱们再举个例子 想换一下 他说陈某 在8月1号 向李某发出一份纯针 出售房屋一套 面积90平方米 价款260万 合同签订 7天内 一次性付款 如果想购买 请在3天内回复 注意这个文件 它属于要约 具体确定 这个李某当天 这个传真回复 表示同意购买 但要求分期付款 如果要求分期付款 说明什么呢 对合同的内容 做的实质性变更 原药约 实效 所以他 这个第一次纯针 这个属于新药约 然后陈某 没有回复 这个事就过去了 地路就过去了 然后8月3号 李某再次 给陈某发纯针 表示同意 按照陈某纯针的条件 来购买 注意8月3号这一块 还是属于新药约 陈某仍未回复 这个合同并没有成立 说根据规定 下来表述出正确的什么 看一下选项C 说李某的两次 穿着回复 均为新药约 既然是新药约 得看对方 是不是承诺 既然对方没有坑师 所以这个合同 不成立 所以这个题选C 就可以 再看一下 第三个考点 合同成立的时间 和地点 这是一个型号 或者 两个型号 不属于战略放弃的范畴 现在第一个 合同成立的时间 第一条 当事人采用 合同数形式 定立合同的 自当事人 均签名盖章 或者按指印时 合同成立 在签名盖章 或者按指印之前 当事一方 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时 该合同成立 尽管没有签的盖章 但是A向B发护 B接受 未提出一 表示这个合同 已经处于 实际旅行状态 所以该合同成立 再看第二条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 或者当事 约定 合同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定立 他如果当事 未采用 书面形式 但是一方 已经履行 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时 该合同成立 对方是否接受 这是判断该合同 是否处于 实际旅行状态的 关键 第三条 当事人采用信件 数据电文等形式 定立合同 要求签订 确认书的 签订确认书时 合同成立 但第四条 当事一方 通过互联网 等信息网络 发布的商品 或者服务信息 符合要约条件的 对方选择该商品 或者服务 并提交 订单成功时 合同成立 但是当事 另有约定的处案 再看第二问题 合同成立的地点 像第一条 一般来说 承诺生效的地点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但第二条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定立合同的 收件人的主营业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没有主营业地的 其住所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当事 另有约定的 依照其约定 第三条 当事 采用合同书形式 定立合同的 最后签名改章 或者按指印的地点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但是当事 另有约定的处案 是最后 签名改章的地点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讲到这个问题 他们中级去年 考了一个单选题 稍微注意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定立合同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什么 他考了一个 数据电文的问题 看选A 以电的邮件 等数据电文形式 定立的合同 属于采用 书面形式的合同 他们说过 这说法正确 它属于书面形式 选B 对通过电子邮件 发出的要约 当审未约定 生效时间的 该要约 则电子邮件 发出时生效 肯定错了 电子邮件 怎么去处理呢 如果对方 指定特定系统的 到达该特定系统的时间 对生效时间 没有指定特定系统 是对方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该数据电文 到达其系统时 生效 不能是发出时生效 选C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定立合同 这个收件人 没有主营业地的 收件人的住所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说法正确 选D 当时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定立合同 在合同成立之前 要求签订 确认书的 签订确认书时 合同成立 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题就选B 就可以 再看第四个考点 格式条款 这个考点 两个型号 或者三个型号 这可是终极考生 必须掌握的考点 现在第一个问题 格式条款 是当时为了重复使用 而预先拟定 并在定立合同时 位于对方协商的条款 例如说这个保险合同 是保险公司一方 事先拟定好的 这是格式条款 再看第二条 采用格式条款 定立合同的提供 格式条款的一方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确定当审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示对方注意 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 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与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 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 可以主张什么呢 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再看第三个问题 格式条款的无效 什么情况 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先看第一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 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再看第二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第三 格式条款 具有民发典总责编 第六章规定的无效倾向 咱们前面第一章讲过 什么情况属于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和免得条款无效的倾向 如果免得条款无效 这个格式条款 这块也是无效的 然后看一下 下列免得条款 第一种情况 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 第二种情况 因为故意或者重打过失 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这个免得条款 是无效的 再看一下第五条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 发生争议的该条款 无效 对吗 发生争议的 是应当按照通常理解 与解释就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对于格式条款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有两种以上解释 该条款无效 对吗 不是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该做出不利于提供一方的解释 就可以 该条款有效 第三种情况 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 不一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采用 非格式条款 所以这三种情况 大家需要区分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 小话一下 现在第一题 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无效 格式条款的 有什么 选A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格式条款 照样有效 应该做出不利于 提供一方的解释 就可以 选B 对内容理解 存在争议的格式条款 有争议 怎么去处理呢 按照通常理解 进行解释 就可以 这个条款是有效的 选C 因重大过失 造成对方财产损失 免责的格式条款 这肯定是无效 选D 造成对方人身损害 免责的格式条款 这个条款 无效 所以这个题 选C和D 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二题 这是去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根据规定 下列关于格式条款的表述中 正确的 有什么 选A 提供 格式条款的一方 对免除 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 应举证 其已尽合理提示 及说明义务 这个说法正确 选B 对格式条款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做出有利于提供一方的解释 错了 是做出不利于提供一方的解释 选C 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 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格式条款 错了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选D 提供格式条款那方 排除合同对方当时主要权利的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该条款无效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提供选A和D就可以 再看第三题 这还是去年考了一个多项题 但是根据规定 下列情形中 这是格式条款无效的 有什么 选A 格式条款 包含 应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免得条款 如果包含这个免得条款 注意这种情况下 该免得条款 这是无效 然后再看一下选项B 格式条款 包含 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 免得条款 这个免得条款 是无效 选C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不合理的减轻自己的责任 该条款无效 选D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排除对方当时的主要权利 该条款无效 所以这个题 选ABCD 就可以 再看第五个靠点 缔约过失责任 这个靠点 一个型号 或者半个型号 在基础班里边 稍微听一遍就可以 什么叫缔约过失责任呢 是指当时人 在定律合同的过程中 在缔约的过程中 有问题 造成对方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种情况 假借定律合同 恶意进行挫伤 第二种情况 故意隐瞒与定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第三 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再看第二条 当时在定律合同过程中 窒息了商业秘密 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 无论合同是否成立 不得泄露 或者不正当的使用 泄露不正当的使用 该商业秘密或者信息 造成对方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再看第三 地约过失责任 与无业责任 它的区别 这几个区别 大家需要搞清 先看什么叫无约责任呢 它产生于合同生效之后 适用于生效合同 主要赔偿的是 履行利的损失 合同都生效了 他就盼着只要对方履行 一发货 我发货卖了 就可以挣钱 但是对方 他不履行 主要赔偿的是 履行利的损失 再看一下 地约过失责任 他适用于合同不成立 无效或者被撤销 等情况 他赔偿的是信赖力的损失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你 跟你慢慢谈合同 谈了两个月 你耍我 假界定的合同 恶意 进行挫伤 白相信了 所以是赔偿的是 信赖力的损失 因为你耍我 导致合同不成立 合同无效 或者被撤销 总之合同 没有生效 这个信赖力的损失 一般 以实际损失 为信 包括 所受损失 来回的交通费 咨询费 等等 和所失利益 因为跟你谈 谈了两个月 丧失了 跟别人去签合同的机会 这是信赖力的损失 信赖力的赔偿 是不得超过 合同有效时 相对人 可能得到的履行力 所以哪个大呢 这个信赖力的损失 是小于等于 这个履行力的损失 所以哪个大 哪个小 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一下第六个考译 合同的生效 生效的问题 这是一个型号 或者半个型号 上基础班 听过一遍 就可以 像第一个 诺程合同 这个前面咱们 不断的讲 像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 赠予合同 金融机构 贷款的借款合同 等等 大多数合同 它属于诺程合同 当审 意思表示 以致使 合同成立 依法成立的合同 原则上 自成立时 生效 这是呢 诺程合同 只要双方 意思表示一致 这个合同 就成立 再强调一下 像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 前面第四段讲话 它都属于 诺程合同 例如说A 向B 借了100万 其中A的话 是债务人 B的话 债权人 A 拿这头钮 它设定 质押 以动产设定 质押 它双方 4月1号 签订 输灭 质押合同 4月10号 完成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搞清 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 这个质押合同 何时生效呢 合同 是4月1号 成立 并生效 然后第二个判断 站在B的角度 它的 它的质权 何时设立 质权是4月10号 设立 合同是合同 误权是误权 这需要区分 但第二个 实践合同 在终结教材里边 就这两个 实践合同 第一个 定金合同 是从实际交付 定金时设立 再看第二个 是自然人之间的 借款合同 是此贷款人 提供借款时成立 这大家需要清楚 如果是金融机构 贷款的 借款合同 A公司 向B银行 去贷款 双方签订 这个借款合同 这是落成合同 但是 个人至今的 借款合同 这是实践合同 此贷款人 提供借款时 这个合同 才成立 第三 付条件 付期限的合同 咱们前面的第一章 曾经讲过 如果是付 生效条件的合同 此条件成就时 合同生效 但第二条 付生效期限的合同 此期限借制时 合同生效 再看第四条 这是呢 今年教材 新增的内容 它依照法律 限上法规的规定 合同 应当办理批准 等手续的 依照其规定 未办理批准 等手续 影响合同 生效的 它是不影响 合同中 履行报批 等义务条款 以及 相关条款的效率 就算 它没有履行 相关的批准手续 肯定是合同 没有生效 但是不影响 合同中 履行 报批 等义务条款 以及相关条款的效率 应当办理 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 未履行这个义务的 对方 可以请求其承担 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稍微听一下就可以 这是合同的成立 跟生效的问题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先 讲到这儿了 感谢观看